下一個節目是玩轉廚房 大家好,是我小松師傅 我今天會教大家做這個 樹蓉蟹子沙律 先看看材料 我們薯仔已經煮好了 煮半小時左右 紅蘿蔔也是,先煮熟了 這兩樣東西 然後我們的青瓜就去浪 把它沖了水,放下備用 我們準備了之後 我們首先準備一個攀 把薯仔煮了 我們現在把它切粒 這個我們首先會切粒 因為有些薯蓉 可能比較碎 就沒有那麼好吃 我們把它切一粒粒 薯仔,紅蘿蔔 把它切粒 轉頭青瓜也是 我們準備一粒粒 記得留意 紅蘿蔔和薯仔一樣 都可以一起煮 我們加紅蘿蔔,帶點甜味 比例就不要那麼多 薯仔就要多些 大約是三比一 三份薯仔 一份紅蘿蔔 好,我們再加一點青瓜 青瓜最重要是去浪 我們把薯仔切粒 把薯仔切粒 好,我們在弄前 我們會加一點味鹽 日式味鹽 令到沙律的口感 味道更好 適量加一點就可以了 先把它攪拌均勻 留意薯仔的配搭 是要多些的 紅蘿蔔和青瓜 都是一點就可以了 好,再撒多一面 撒了,留意次序 好,接著我們會加一點 淡黃醬 淡黃醬 我們先把它加在表面上 留意在一個方向 拌勻它 加了味道 接著再加淡黃醬 接著再拌勻 我們最後先好加蟹子 我們要把它攪拌均勻 要不然蟹子就容易捉到爛了 我們一個方向 沙律醬可以隨意的 開頭就建議不要加那麼多 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這個時候我們就去加蟹子 先加一半 留一半的裝飾 OK 最後再把它輕輕攪拌均勻 記得留意次序 好了,我們現在去上碟 如果想好吃一點 可以把它冰冷 這樣會比較好吃 接著我們先放一半的蟹子 放在中間 好,今天教大家做的 薯蓉蟹子沙律就完成了 阿貢 channel 在YouTube等著你啦 記得CLSS 按下小鐘 留意我們最新資訊 MING PAO CANADA.COM